15题呢 15、16题这些啊 是关系到图片的,关系到图表 所以它不需要算的,但是呢你应该要已经能够掌握了 那一个U型跟那一个N型 叫什么了?记得吗? 如果你今天你发现这些东西有一点难 就是讲可能之前的那些概念你还没有掌握好 你花一点时间 复习回现 不敢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功课持脚不要紧,知道吗? 就是我要你拍照脚上来罢了吗?这一堂数学课 所以如果你持的话不要紧,你慢慢来 最重要你要学到你要掌握好这一个技巧 知道它是什么先 所以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哇这样除了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U型那些叫什么啊,做一个小复习讲 这一个 教 对英文来讲比较容易 因为这个叫油面 就是讲全部东西都合并在一起 知道吗? 马来文叫 Kesatuan Kesatuan就是 Satu 跟它全部放一起讲的Kesatuan OK N型 这个叫 Per Silangan Per Silangan就是讲哦,那两个形状 要有 重叠的 才叫Per Silangan,你才要知道吗? Per Silangan英文叫 In Ter Sat OK Intersection Intersect 它的动词啦 所以这个你记得,这个是全部 都要,全部都要 这个是只是要,第二个只是要重叠的罢了 在它们的中间罢了 明白吗? OK,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点一个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OK,就是这样 这样点一个点啊,你看得到吗? 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是什么啊? 就是讲它 以外 的东西 就是那么简单 OK 所以这个Lesson 1呢,我要先教你 我要先跟你 教你它的例子先 然后你试一下做这里的题目 OK OK,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 这一题,这个第15题啊,在第1面啊 比如说这一题呢 你看到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你要先做哪一个啊? 一样,刮胡要先做,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刮胡 你看啊,其实它把它分成这样了 它刮胡的它坐在这边 这个它坐在这边,你看到吗? 所以平时当然我们不用这样麻烦写完出来的 可是呢,这个是 我们头脑运作的步骤来的讲证 所以一开始老师教,如果是我在 白板上教,我也是会 画这样给你一些,我给你知道 我们要怎样 得到最后的答案 可是你用这个方法习惯了,你就可以直接出答案了的 好像 我的学生 FORM,他们以前是FORM4学嘛,FORM5他们可以直接出答案了的 无论这个有多复杂 出得到的 知道吗 说这个你一开始觉得难,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概念是很新的概念 所以你不用担心,慢慢学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难,过后你会发现,哇,这一刻是松粉 真的 相信我,OK 所以我们先看 如果是照理来讲,刮胡我们会先看,所以你先看刮胡的啊 Q,这个是 重叠R 对吗 Q重叠R的地方,就讲它原本图形是这样了的啦,OK 所以 你在你的子,你就画三个圆形出来先 OK,一个P,P在左边嘛,对不对 Q在右边,然后R在下面 所以,P重叠R是哪里啊,是不是这边 如果Print出来的人,你 他不是很明显啊,他的图黑的地方,你自己画下去啦,不要紧,OK 接着 P以外在哪里啊 如果是根据这三个图形,P以外就是P不要图 其他的地方图咯,对吗 OK,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做好前面,做了后面 其实只有重叠的题目我们才有这样做 就是讲你看到这个 你有看到这种题目啊 啊,就是讲有关系到这个的啦 嗯,可以的话你就这样做比较方便 OK,然后 他中间这个U哦,就是这个来的 看到吗 这个U啊,他就在这边,所以他讲P以外 和 这个东西 都要 这个是都要对不对,这个是 全部加起来 我画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全部加起来,这个U shape啊,就是要 全部加起来,所以这里的也要 这个位置 也要 也就讲,其实你这个图到完,再加上还有哪里没有图啊,中间还没有图罢了,看到吗 这就是答案了 所以他是外面 哦 全部都要 然后这个是这里的啦,对不对 根据这个图形,我们还有哪里没有图,还有这个中间格还没有图 图完了咯 就是这样咯 这个答案了咯 对吗 所以那些 在画的人 不要 去拿钱 这样 每个图到 美美啊,不用啦,考试没有这样的时间啦 OK 我老师要的也只是画线罢了,就好像我的画线这样罢了 OK 所以呢 印出来的人,我有看到你们教的功课,有的人真的是印出来的 比较方便写对不对 可以 你 可是呢在这里,可能你学一个草稿子,因为我们 你们刚刚才开始学嘛,对不对 所以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画出来先 啊,然后你才做最后的答案你才填进去 知道吗 OK 然后你慢慢的做多了啊,到最后啦,后面后面的submative的那些practice 你才直接出答案啦,你可以try 这里你可以try OK,你可以try,如果你做得到直接出答案你就 你就出,可是 你都不懂答案,对不对 这里maybe你可以try这样先,就是做两个part先 知道吗 OK 所以可能你做了这个part,然后做这个part 然后才把他答案合并起来,才把他图进这边咯 记得用签笔啊,不要用蓝笔啊,大家 OK 所以这是一题,十五题,我要你做 十六题,十七题也是 OK 这个 Lesson我要讲三个example先,所以你看这个example啊 他讲 Pelenkab bagi complement of 他叫我们图黑 这个图的 complement Pelenkab 什么来的了啊,记得吗 Pelenkab就是 那个点一点,好像我这样啦,P 点一点,这个叫complement,就是要他以外的东西 现在还是讲,你做了这个啊 这些全部不要涂黑,涂黑他以外的东西 明白吗 其实他要的是这样,整个 的以外 所以你要先 做了这个,涂在一边先 过后 你再把你涂了的那些地方,以外的地方啊 换黑白的地方换就对了了 再图进去这里做答案 啊 OK 所以我讲一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所以他的图形是长这样的,OK 这里还要画两个啦,其实他的图形是一样,就是长这样的 现在他做了这个出来 如果你上面那四题啦,你 有做好的话啦,你就会明白这个了 OK,所以我们要先做这个先啊 一样,先做 跨虎对不对 Q 这个是 重叠R Q重叠R先啊 头脑想着Q重叠R哪里啊 是不是这边 OK,第二个,我用蓝色啊 接着做前面 P,P是哪里啊,是不是这边 OK,P是这边啊 接着 这个是刚好中间他们要的东西是 全部加起来 Union,全部要加起来隔沙段 哦,这样这个容易了咯,全部加起来我用 我用黑色吧 OK,黑色哪里 就是这一个 到这个 这里也要,这里也要,这里也要,对吗 就是这里要图啦 OK,全部加起来 现在还要的是 这个图以外 所以他图哪里,你看到吗 看哪,他图哪里啊 他图 这边 刚才一图黑的地方都不要图就对了 OK,这边 你画线就好了,你就这样,你就这样画啊 OK 因为我要快,所以我就画Zik在讲 看到吗 连那个外面这里也要图耶 你知道吗 如果他 如果他外面没有在你图黑的部分里 的话 看到吗 因为现在是有关系到全世界的 他有外面这个四角形的框框 就讲你要考虑到这个范围 这样罢了 OK 所以这个是答案啊 这个是答案啊 这个是你头脑想了先 然后你要图这一个以外 就变成他,答案就把它填进去 明白吗,所以其实你可以画一个表哦,就是画这个出来先 然后这个表是真正 他以外的东西 OK 你可以try一下,等下会讨论答案 然后 OK,可能会太多了,两个一点一点先,因为我要尽量剪短那些video 我觉得会有点闷,所以15-16体显了,然后数学 真的是掌握到这两个part了 可能我们对这一个part 可以掌握到更好的下 OK,你try做一下 不会的话不要紧,等下我讨论答案 有 答案那里你有不明白,你再问我 知道吗 你做你能做的先 11面啊大家 OK,15-16体 就这样啦 好,这好,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再次发现 好,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